大家好 近期我们有请理财专家来说理财 我刚才说理财 虽然我不是很专门 我又是不专门 请专家来讲 好像这个收听率就很不错 可见大家还是很在意理财 可是大家有感觉 我们在说理财的时候 我们专家都说 我们到四五十岁才开始改变观念 其实有一点晚 之前做错了很多的事情 其实这个启发 大家会想说 我的孩子可不可以从小开始 我也让他对金钱有更好的观念 我今天就请到我们之前有访问过 是另外一部纪录片 很感人的纪录片回眸 大家也非常有回想的导演 因为导演上次在跟大家讲回眸的时候 有透露 其实有另外一部纪录片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陈志汉导演来 再跟我们谈另外一部 这个是叫文林银行 导演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纪录片导演陈志汉 这文林银行现在是大家都可以看到 现在在戏院 戏院 都可以 大家看到文林银行的时候 会想到什么 应该是 啥都没有 又是在说对间银行新闻的 不知叫是银行抢案 记录片 当然大家现在看电影都会看到名字 我会去Google一下 在Google就发现说 这很趣 其实这是一个 应该说 当初是一个实验性 一种作法就是一个 学校 我们是文林国小 对文林国小 它是在新北市树林区 对文林国小 你怎么去发言说 他们有从这个 孩子这种银行 那是一个巧合 因为在推动这一个 文林 在文林国小推动文林银行的 那个学务主任 他叫赖浩伟 然后我一开始认识他 其实是在一个 纪录片的颁奖典礼 因为他以前也有在拍纪录片 他就拍自己的学生 对 那一天我就问他说 你最近还有什么新的作品在拍 他就说 没有我现在很忙 我现在在当央行总裁 我就说 什么回事 然后他就开始讲 他准备要做这件事情 那时候是要准备要做 那时候还没开始 所以我那时候听到就觉得 这个题材很好 因为我自己很清楚说 这种理财教育 其实很多大人会觉得说 小孩子不用懂那么多 你就是让他 不要好像太早接触到这种 钱 这种好像 有点邪恶的东西 不要让他保持 保持他天真的那种感觉就好 所以就 我有感觉到 有一些父母的想法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 好像可以进入到里面去拍 因为他一定会牵涉到一些 跟父母之间的沟通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样子 所以我就 他就跟 主任就去问校长说 我能不能进入拍摄 这样子 然后后来 校长也同意 所以我就进入到吴宁国小 那这个很不容易 等于说从 在规划 在开始建立的时候 你就已经第一手的观察了 拍剧录片最期望 是这样 没错 对 有时候不想要回去 补拍模拟以前的情形 就感觉 而且透过导演的眼睛 可以catch 可以抓到很多里面细微 也许连他们自己在活动的人 都没有感觉到的 那这整个 这个小学是 做了一个小学的 银行 那在大家在片子里面 都会看到这个 他们是怎么运作 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其实 一开始是校长 他有一个想法 就是他觉得说 现在的小孩子 因为他 他们去获得这些物品 比方说鞋子 衣服的方式 都是父母给的 对 所以会让他们有一种 就是这些东西 就反正我要 你就会给我 因为现在又少纸化 所以大家都 很疼自己的小孩 所以你要什么 就给什么 然后你就 可能会有限量版球鞋 然后你 我觉得最特别的一个东西是 因为早餐 大部分都在外面买 父母都在外面买 然后买完之后 就拿给孩子 然后孩子去学校 然后去就开始打扫 然后打扫完之后 早餐就放在扫地区 所以我每天在 雯林国小的学务处 就看到一堆早餐 然后没有人会来认领 然后甚至有衣服 外套 然后都已经 上面 就是已经很清楚 这个衣服是谁 但是也不会有人来认领 就觉得这个东西 好像跟我没有关系 就是校长发现 小孩子对于拥有物品 自己身上的这些物品 好像变得很不在意 这样子 甚至有一些 他们觉得是 他已经是领清寒补助的学生 但是他还是有钱 可以买限量版球鞋 还是在网路上炫耀 他就觉得这个价值观 好像很奇怪 所以他希望找这个主任 因为这个主任 他是借调来的 他是以前跟校长 在同一个另外一个国小 那校长就是后来 因为校长都还是会轮调 他后来到了雯林国小之后 他发现到 这边好像有这样的问题之后 他就跟之前那个国小 把这个主任借掉过来 然后希望能够借 能借由主任的这个 他觉得那个赖主任的 那个执行能力很强 又很有逻辑的想法 所以他就把他找来 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校长一开始是一个 很初步的想法 他想说不然我们就 发钱给学生 然后让学生用自己的劳力赚钱 或是用自己的脑力赚钱 对或是反正其他能力都可以 只要能够赚到钱 然后这个钱是他自己的 然后他去买他自己要的东西 他就会变成珍惜这个东西 这样子 那个钱是一种虚拟币 对对对 他其实 那个一开始讨论很久 因为其实在学校进行金融教育 雯林国小不是第一个 之前也有其他学校有在做这种 但是他们主要都是走虚拟货币 就有点像 你好你今天有十块 然后你可能就会有一个 虚拟的账户 十点 对 然后你有十点 或一百点 对对对 这是一个虚拟的感觉 但是后来 浩伟觉得说 这种小孩子啊 他拿到钱 然后甚至有存折 的这种概念是很好的 就是他会一直看到 他随时想要看 就看得到他的一些 银行的存款 然后他去赚钱 然后摸到那个 那个文灵币的感觉 虽然他也是假的钱 但是他就是一个有实体 你摸得到的 所以他们就花了很多的功夫 还设计那个纸钞 然后还去裁切那个纸钞 他们自己在学校印啊 然后就是把它当作是真的货币 然后在学校里面发行 所以是有实体的 他们的文灵钱就是了 对对对 那个漂亮吗 上面有印谁的大头吗 没有没有 他就是很像 如果有玩过大富翁 大概长得像那样的钱 在上面有一些面额 然后一些文灵国小这样子 然后几年度 因为他他每一年还会回收 然后再做新的这样 所以觉得要有给学生 实体摸得到的的钱这样 然后他们 那学校会有一个银行的窗口 我也可以一叠厚厚的拿去存这样 对你也可以去存 然后你也可以去领 然后因为这样 如果学校有发现 就是主任他知道说 如果他只是一个这样子 存钱领钱 存钱领钱的话 其实他有点够不上是一个系统 因为像我们银行领钱出来 就是为了要花嘛 所以主任又想了一个 那我要建立一个商店 让他们可以花 对让他们这个钱 有地方可以买东西 所以他又建立了一个商店 然后商店里面的东西呢 就是可能是跟有一些学校认识的 善心人士他们捐的物资 对他刚好认识一个 很会夹娃娃的朋友 然后他就每一年都会捐很多 那种夹娃娃机夹到的东西 这个我也有很多可以捐 你也可以捐 对 然后学校当然还是有一些捐款 就是维持那个文林银行的运作 就是用那些捐款 捐款就是用在 比方说买这些文林甘马店的东西 然后让小朋友去刺激他们消费 所以就要有小朋友还要开甘马店 甘马店也要有员工 要有一个人坐 不知道要派一个老师 还是要请一个人去坐在那边 还有甘马店 没有都是学生自己的 学生自己的 他们还有面试 要面试学生 然后有的人会请老师推荐 什么 很多 其实纪录片的一开始就是一场面试 就是学生开始面试 对 然后老师问他说要多少钱 这样子 要多少薪水 就是老师还问你对薪水的期望值 所以赖主任他自己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就是要在这个学校里面建立一个 好像真实的社会的那种制度的感觉 因为他要玩的够真 学生才会很想要那个钱 然后去买他想要的东西 而且那个刚刚讲 要有学生想要的东西 对不对 如果我赚 像我们有弄一个宝岛费 我如果只能买宝岛的飞子 对不起我都有一个杯子 因为我现在的旁边只能看 我们有些宝岛的东西 只有这个马克杯 我们就白白的杯子上面写宝岛联播 我们可能只有这个东西 那我可能就不会很想赚 因为这个买一个可以用十年了 对不对 这孩子用什么样的 其实是什么方法可以赚到文明币 很多种 这个讲到一件事就很有趣 主任其实他说他有点像是一个中央政府的概念 然后他就把权力下放给各个班级 然后班级 他其实不是一个全校性在实行的东西 他是让各个班级他自己来提出气话 就是老师自己班上的导师提出气话说 我想要申请文明币 然后我要在我的班级怎么样运作 我地方自治 对对对 一年三班如果当职日生可以得五块 一年六班可能如果是扫地赚十五块 自己可以决定 对对对 那这也考验到 其实这也考验到老师他自己对理财的规划 对啊 因为我里面也有拍到老师最后就是说他破产了这样 他没有钱可以给学生了这样 然后还跟学生拜托 所以是中央有给各班老师预算 一个统筹分配款的概念 所以你有统筹分配吧 结果你发太多 你自己就用完了 你这地方政府都破产 好好玩哦 然后他也没有限定 因为有一些班级啊 他有设定一种回收的制度 就是班上自己卖一些权利 比方说如果你午休不想睡觉的 可以花七十块来跟我买 跟老师买一个一张卡 然后你就可以随时就是 我今天午休想要用这张卡 然后我就午休 中午就不用睡觉 然后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但不能吵到其他同学 对所以他有的老师 他有设立这种回收的制度 有的老师就就就一直发钱一直发钱 最后就发到就破产了 当然啊 地方政府也要有 总要抽点税嘛 所以从老师 因为老师一开始要提一个企划书 从那个企划书 赖主任就可以看到说 原来这个老师是很重视学业成绩的 因为他会说他的那个 钱要发放的比例跟原则是什么 有的老师就特别重视体育 那有的老师就很重视 公共服务 对公共服务团体 团队精神这样子 就从那些企划书就可以看到各个老师 他们重视的内容 需要好好让小孩子学习到底是什么 如果这样 我是家长的心态 我就想说 那我想要知道一下 假设说像我小孩 如果他二年几班 我二年一班到二年十班 我想要知道每一班的政策 因为这个就有价值观的养成在里面 所以这个也不容易吧 赖主任他是不是也要去辅导 如果觉得这个老师太偏差的价值观 也要跟他沟通吧 譬如说你们班全部都是发考试成绩领钱 都没人要做事情 这样价值观对吗 其实赖主任在比方确定好 这个学期有哪些班级要加入之后 他就会跟把老师们都找来 然后会有一个很像一个工作坊的概念 大概两天的时间 就会跟这些老师们说明一下 然后可能会 他不会具名 他会说可以怎样去思考 那个钱的分配的比例 然后你可以考虑要不要回收 或者是考虑说哪一边可以再少一点 哪边再多一点 这样其实很多 然后甚至会给老师一些刺激说 你可以在这一块上面 你可以多用一点钱 对 然后让学生可能学会到什么 这样子 有些是 有些是 比方说他们也有 学校也有环保队 应该很多学校都有环保队 对 然后也有老师就反应 跟那个主任反应说 他在带那环保队 就是品质 因为学生的品质都不太优良 就是有一些就是 假装是来环保队 其实就是中午不用睡觉 在那边玩这样子 对 所以他就 主任就建议他说 那你也可以使用文明币 对 然后你甚至可以变成是争裁 就是你可以挑选 不是 你要拜托老师 这个学生怎样怎样 就是变成 不是你去拜托学生 是学生来争取这个职位 因为他可以拿到钱 所以这个进行算顺利 运作起来 其实大家应该很好奇 就是说 其实大家现在心里 我想大家听 现在开始就想说 我如果来弄一套 自己这样的系统的话 我要规定什么 大家就有很多想法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们继续来跟陈志汉导演 讲这一部文林银行 现在大家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在院线 可以看得到 除了院线还有其他的管道吗 目前没有 可能要等院线结束 院线结束才会在各个那种平台 现在大家都在平板上面 院线就拍 就拍推动 没有老板 大家稍等 没有疫情的时候 多支持好片 这样的才会因为这个拍这样一部片子 真的要投入很多很多的心思 而且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那就是一个我们很关心的事情 理财教育这样的概念 大家刚才有听到一个国校 这个老师金用心 还让每个班级可以自己去定计划 然后他们在定计划 我想有些老师也许也会跟同学 如果比较高年级也可以跟他们讨论说 我们要怎么样来制定 你觉得哪些事情是可以换得报酬的 哪些事情可能是应该做的不换得 但这里面就牵涉到 导演刚刚讲价值观的问题 这套制度运行了多久 还一直在运行吗 现在还是 因为赖主任我刚刚讲 他是戒掉的 所以他就是戒掉最多就四年 四年到之后他就必须要离开 那我大概拍了他三年左右 拍到他离开为止 对所以 但他离开之后呢 因为这套制度后来运作的还不错 所以一直沿用到现在 我是从2015年开始拍 所以到现在已经有六年的时间了 那如果拍谁 我很注意一件事情 那如果毕业结算 我还存很多文灵 我要毕业 你看我好爱鸡叫 没错 老师可能会说 你这学生怎么那么爱鸡叫 那就是一种荣誉 那个主任想到一个方式 他就是 因为毕业生其实他们并没有那么 他们可能期末考之后 大概会有一段时间都是 也不用上课 然后就 但是你还是要去学校 所以他有一段时间 他会开放给毕业班的学生 然后就是你可以拿你的文灵币 然后把它全部花光 这样 那怎么花 你就是去那个甘马店 去买你所有想要的东西 这样 最后你们甘马店 他们甘马店有大家那么想要的东西 大家都很喜欢 因为主任很厉害 他就是会去调查说 你们修金界最流行什么 然后他就进什么货 所以它是一个供需的概念 因为进货要用的是真正的钱 卖是卖文灵币 这其实就是学校为了要打造 这样子的一个教学感 也是要投资吧 没错 这个预算大吗 就学校真正要投资进去 我记得大概 好像也还好 大概十万左右 每学期吗 对 每一年 那他们真的还蛮会经营的 对 因为有很多其实是那个 就刚刚说的一些善心人士的捐赠 因为他捐的 因为夹娃娃机里面的东西很多 很多元 不是只有娃娃 有时候是什么笔 什么橡皮擦铅笔盒 这些很多 那他什么都夹 如果你有机会去看影片的话 你会看到 他夹的那个种类 意思就是说 我也会想要赚文灵币 对 你一定会想要去 我这个娃娃那么大 应该是导演自己的心神 导演应该是想要赚文灵币 这个过程 就是听起来非常的美好 其实我觉得会蛮向往 我也会想让我的小孩去经历 可是据说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有观察到学校还是需要跟很多不同的意见沟通 那不同意见的人是有反对什么或担心什么 我觉得还是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 很多家长他会觉得说 这么小就让小孩子接触到这种 好像大人社会的这种金钱的往来 他们会觉得不太适合 然后甚至有家长 他其实是比较有 他也是在大学里面教书 对 但是他教的是跟劳工有关 他就觉得说 你怎么把小孩子当劳工 然后让他做事 还发薪水给他 你这样有违反劳基法的嫌疑 那这个其实一开始是主任没有想到 因为对他来说 他就是我就是推动一个教育 对一个实验 实验性的教育这样子 他没有想到 有可能会触及到那么多事情 那也蛮感谢这些家长的提醒 然后他就开始去 开始去做一些调查 找一些法律的专家 教育的专家 询问他们这样子 有没有触罚的危险 后来发现其实是没有的 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 在学校这个场域里面 进行的一个实验教育 没有那么做的事情 我觉得做什么比较关键吧 没有那边上也是在做事情 每天也是要打扫扫厕所 就是帮老师发布本 做各式各样的事情 没有奖励你们就没意见 发了钱就说违反劳基法 对啊 其实我觉得那个家长其实也蛮 我后来有访问那个家长 因为我们所有拍摄的 都还是要取得同意书 对 所以我后来又访问那个家长 其实他讲的也蛮 也是一个重要的 蛮重要的点就是说 他也不太知道说这样有没有违反 因为这件事情 虽然学校 其他学校也有使用过这种虚拟货币 但是你现在做的是真的发紫钞 虽然是你自己印的 但它就是一种货币的概念 对 那有点像 我们讲比如比特币 它也不是一个好像 哪一个国家发行的货币 它就是一个单位 然后他做了一个这样子的 虚拟货币出来 然后大家会去争取 那他好像那个币值也是有浮动的 然后他也是可以买东西 买特斯拉也是用比特币在买 所以他就想到说 那这样子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他提出这样子的质疑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说到 整个对金钱这件事 应该在我们的人生哲学里面 占什么位置 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争论 我自己在想的 比较心理上面要去确定的是说 那让小孩子 会不会让小孩子觉得说 我做什么事情都是要看报酬 然后我要尽量把我的心力省下 来去做有报酬的事情 根本也好够 我觉得 当然不能说绝对不会有 对 但是这个很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很重要 就是老师怎么引导这个学生 对 那我在里面我有看到一件事就是 其实老师在引导学生的过程中 你会看到这个学生 有时候他就是 有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还是来自于他的家庭 对 所以有时候家长如果是 他用比较这种可能威胁利诱的方式去 引导学生去帮家长做事情的话 这个学生到学校之后 他一样会变成是 你要给我什么 我才要做什么 这样 就是那个 他在价值观上面就会有点偏差 那这时候老师的引导就很重要 就是说 那你做这件事情是你想做 还是你只是为了钱要做 对 我觉得这个是算是 我在拍摄的过程中看到 一些其实问题还是源自于家庭 你这样说我就明白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其实也是让孩子有机会去体验说 好吧 假设你今天做这件事是没有 没有钱可以领的 另外一件事是有钱可以领 可是有些没钱的事情 有我们的价值在里面 那你是不是仍然可以为了没有领钱而做这件事 这个机会教育就来了 因为他真的有在体验 没错 我觉得给小孩子选择 那个是很重要 其实我这部片讲的也就是很重要一个东西 就是你怎么样去选择 你觉得我想要这样做 然后我这样做 他的报酬是什么 有的报酬是来自于金钱 有的是你的 可能是你的梦想或理想 或是你真的 我真的想要做这件事是有个荣誉 或是我想要服务同学 每一个他可能都有他的 我们讲报酬可能大家会以为只是钱而已 但其实是很多不同的形式的回馈 会到这个小孩子身上 那这个很重要 但我不是 我觉得也不是说 就是大家都不要想说要赚钱 大家就是争取荣誉就好 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实际 就是你可以选择说 哪一些我是要钱的 哪一些我觉得 我是想要争取荣誉的 哪一些我是想要服务同学的 这个社会本来就是这样 也有志工 然后也有一般人的正当的职业 也有人做兼职 然后也有人做很多的这种 服务的工作 你这样讲 我觉得他们这个无远福建 那他们有没有发展出 例如说我有很多的文宁币 但是其实我 假设我不是很需要去高马甸买东西 我可不可以捐赠给比较需要的同学 你讲到重点 最后 最后其实主任也有发现说 他其实有一些 这些事情 因为高马甸都是买东西的 所以他发现说 有一些偏乡的小学 比他们更偏乡 因为他们其实不算偏乡 他们算很大的学校 比方说上次 他是那个八八风灾的 那个红业的国小 对 然后他觉得那地方的小学 小学生 跟你们一样都是小学生 但是他们需要很多的物资 比方说铅笔橡皮擦这样 然后他们就发动了一个计划 叫助人计划 就是把文宁币 然后购买物资 送到小学 那主任想到的方法就是 你出99块 然后学校也出99块 然后一起买一套文具 然后送到那个 你出99块是出文宁币 对 学校99块是出真钱 没错 所以我们就可以买到 市价99块的文具 然后送到那个 红业国小的那边的教会 对啊 我觉得这就是整个 理财的那个感觉 我们刚刚其实谈到说 怎么获取报酬 然后再来你怎么使用 这里就有判断 还有不能得到钱 但是仍然有价值的东西 在你生命里面 也是要得到一定的比重 你不能只追着钱跑 然后现在还有这个 助人计划 你的钱其实是有用的 不一定用在自己身上花掉 你可以去帮助别人 然后换得了这个爱的互动 然后我觉得还有 那我刚刚问到那个毕业 那如果毕业的时候 像我们小孩的小学 入学的时候就有一个仪式 是他同学号的那个六年级的学姐 会来牵着他的手绕校园一圈 那所以六年级如果毕业啊 那这个没有用掉的钱 可以传承给他下面进来 就变成是正宇跟遗产的概念吗 我之前问过主人 他说基本上是不行的 因为他钱就是跟着你这个人 对 然后因为我刚才讲到他的纸钞啊 他也是每一年会硬性的 所以你也没办法偷偷在家里唱 然后拿去给你的弟弟妹妹 因为的确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 有机会让我跟那个校长谈一下 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实世界的一环 你进去一年级 进去文宁国小就发现说 哇 学长姐的钱传下来了 为什么15号他的钱是我的两倍 为什么我的起点比人家少 这是真实的人生 老演真实的人生 没错没错 可以玩得更 新人富二代的概念 可以玩得像 然后他如果花钱就比较凯 老师还可以叫他说 富二代的修为 不然你会比别人更加完蛋 因为大家都比你努力 结果你就没有学习到 你要学习的东西 所以钱反而害了你 我觉得这很好啊 这个我来拜访一下 我觉得在心理学上 这个可以加入 那其实这里面有一个 蛮重要的事情 就是一般啊 我想问一下 我们回忆一下好不好 导演你小时候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金钱观 你的成长过程 我记得 我好像在大概 五年级的时候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我妈才开始跟我说 你可以有零用钱 的这件事情 那时候 那时候是几块你会去的吗 五十块 那么多哦 是吧 一个礼拜 我都五块而已 时代不一样 时代不一样 大一辈 我现在讲五十块 比我小的 你说怎么那么少 对啊 对啊 然后我就会去分配说 应该买什么 应该买什么 或是我把它存下来 应该买什么 应该买什么 但是 我觉得那个概念很模糊 我只是忽然觉得说 我好像变得很有钱 我好像可以单独运用这个钱 但其实我自己发现 我很多 我可能要比较大的东西 比方说 可能要两百块 三百块的东西的话 我还是会跟 跟阿公阿嬷 反正就跳过我妈妈 爸妈那一关 就跟阿公阿嬷要钱 正常 对 然后他们就会给我 我就去买 正常 所以好像还是会很依赖 家里的钱 去做这些 可能更大笔的 那些小钱可能就是 在学校买一些零食 就要用掉了 那你长大成人之后 那现在又拍了这个影片 应该很有感觉 你有没有觉得说 如果你小时候任何过程 这个有吸收到 不同的金钱概念 你觉得会更好的 有吗 我觉得如果 如果在小时候的时候 我就已经学好这些了 对我来说 应该会帮助很大 因为 我们拍纪录片的 都拍片的 应该都很恐怖 有时候都会经历到 要那种找钱 然后要怎么样去还钱 这种状况 其实我自己有一段时间 我是好像跟银行 银行是拒绝跟我往来的 就是我可能刷卡 然后刷包 然后可能就是还不出钱来 什么这些 我也都经历过 那那时候 我后来处理完之后 我就会想说 我好想要了解 到底钱是怎么一回事 对 到底 到底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 跟银行往来 然后我们要怎样建立 我们可能在这个 社会上面的信用 这样子 所以当浩伟 讲到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就很有兴趣 我就觉得 这个是可以拍的 对 然后我就进入到里面 去了解 到底一个 一个刚在架构起来的 金融社会会长怎么样 对 我觉得从头开始去了解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这部片 其实就是从头开始 它会衍生很多 我们本来没有预期到的 大家如果看片子 你会发现 会出现 一旦有了这个运作之后 你会发现 要解决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对 好 那大家在 如果你的孩子 没有机会上文林小学 你可以凑几个亲戚朋友 去看看 你自己可以小运作一下 玩具店就不会 那些哈啰 去你的指导 其实金钱 是大家觉得 讲起来好像不高兴 但是其实大家都非常在意 那可以把钱用得好 它不是只有用在 一级的私利上 它可以成就 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小孩子的金钱教育 就给大家听这个 文尼银行 文尼国小的这个 应该说是 已经不是实验了 应该说他们很努力 在执行的一个系统 透过陈志涵导演 来帮我们 这个呈现出来 导演有非常敏锐的心跟眼睛 所以他这个片子的呈现 他要呈现什么画面 什么流程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 有一个思考点 这个是大家真的 要好好的去看看 这个文尼银行 不是说听完这个故事 你想这样就可以 在片子里面真的会看到很多的细节 而且那种感动 那些孩子从小学 有一些比较大的 开始拍的时候是高年级的 现在已经据说是高中 对 最大的是高三 高三 导演有看到这些孩子 在这个系统里面 他们有出现什么 令我们觉得很珍贵的改变 或者对金钱的想法 我其实都有邀请这些小孩子 就是在首映的时候来看这部片 对 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 我也想要看到他们现在的样子 他们现在就是都长得很高 然后我都认不出来 他们原本的那个长相 对 但是有一个学生让我非常感动 就是他现在是高一 对 然后他在影片里面 他是原本是行员 然后后来因为他的执行上面 不是很细心 后来就被主任给fire掉了 银行的 对 那就被fire掉 然后他那时候是 我影片里面呈现他是很难过的 那我现在 我们那天他来现场之后 我们就请他上台讲话 然后就问他一些问题 说那你在文银行这段期间 在学校这段期间 有没有帮助到你现在的什么东西 他说他其实在当行员那一段 他只当三个月 试用期三个月 然后还没有 就满了之后就被 就被解雇了 对 那他就忽然觉得 他对金融这一块很不了解 所以他现在读高中 然后他想说他以后大学 就要读金融相关的科系 他想要往那一方面去理解去发展 所以光是在小学的 这个应该说什么 这个模拟的银行当行员 也会体会到 对金融的缺乏了解 他是遇到什么错 急剩不对 他是比较不细心的小孩子 但是那就是小学阶段 其实很多小孩子也都这样 但是有些人在面对钱的时候 他就会很细心 要算得很清楚 那他就比较大恶化之一点 然后有时候还很容易分心 跟朋友在那边玩 什么什么 然后就常会算错钱 然后也会忘了签名 反正就是忘东忘西的那个个性 那这个东西应该也是他 如果能够克服的话 很帮助他不管未来做什么 所以我在想 当然这有很多事情可以去矫正 如果是在这个银行 大家都很在意的事情上 他出错 可能集体的会呈现出一种压力 所以他会更加觉察自己这方面 有什么不足 会要加强什么 我觉得这也蛮有趣的 没错 那我们刚刚才讲那个 说导演小时候 有零用钱的那个感觉 很多家长都会有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做心理智商 常常会被问到说 如果我让他说洗碗就可以得十块 他会不会觉得 如果没有十块他就不洗碗 可是洗碗是家里面的人应该做的事 像这一些大家在片子里面 也会看到一些类似的那个例子 或是沟通 没错 那导演你觉得呢 如果你养小孩 你会怎么想 我觉得 其实我小时候 我妈给我的教育 我觉得还蛮好的 这样就叫我去打扫 然后就会 有时候会给我钱 二十块这样 那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之前访过教养专家 他说为什么你洗家里的碗 你要拿二十块 因为他 应该是说 他跟我们 我们叫三兄弟 他跟我们三个说 然后大家都兴趣缺缺 然后我就想说 好吧那我来好了这样 然后完了 结束之后 我妈就说 你很乖给你二十块这样 对 然后他就 他其实是有点鼓励我 就是 其实有一种 就是当在 当然他是家里 一样是家里的事情 但是家里事情 妈妈也叫不动 然后小孩子也不一定都 很积极主动 要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 好吧那我就来好了 这样子 他是鼓励那一种 就是当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人做的时候 我要不要挺身而出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被鼓励到的是 你那个挺身而出 而不是说放二十块 在前面三兄弟 大家看谁要抢 随便洗一洗 就不是 所以妈妈 让你的 这个不同 或你愿意承担的 这个部分 可以有 很有感的 被肯定 我后来发现 这一个个性 一直到现在 我都还蛮常会有 就是 真是好像没有人做 不然我就来做好了 因为你有一个 很好的连结 跟信念 觉得说 我扛起来 这会是一件 好事 因为反正就是 应该要做 但是好像没有人想要做 那我就去做 这种感觉 这个蛮有趣 因为我刚刚听导演这样讲 我也突然回忆起 虽然刚刚被导演打枪说 那是五块零用钱的同年 跟他年代不一样 可是不管年代多久 还是很优美 我刚刚说 我想起来 我们小学的时候 学校会给我们开账户 是联动到邮局的 然后那个 那时候上面就是讲储蓄 储蓄存折 然后每个学期 还是学年 还会上台 就是奖励存最多的 所以那时候是 存最多的人最荣耀 然后刚刚还跟导演聊完 我突然间想说 惨了 果然这就是我理财的上门 我就只会看存多少 这样子 存存存存存 然后不会去运用 很不会去运用 然后就是 大家听阿伙 这报就知道 大家不要理财专家 说一说 都没来 都给阿伙 说你完全不是 要理财 对 其实这个小时候 你对钱的第一印象 你觉得钱是怎么回事 真的会进入你很内在 然后影响你一辈子的 一种基础观 如果没有很大的转变 大概我们就是维持 从小看钱的方式 其实金钱可以好好利用 但是我们不要变成 被钱控制 跟钱的奴隶 我想文林国小的学生 就有了很实际的机会 可以去思考这些事情 讲到这个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 就是其实主任 他是用 他会看到很多 小孩子储蓄的状况 因为都会存到云端上面去 所以他是有在统计 这些小孩子的 大概会有拿几种 使用钱的类型 有一种 他说是大概 领到钱就花掉 领到钱 所以你看到 月光族 他会有一个曲线 就是有钱 然后马上归零 有钱马上归零 月光族 那有一些是目标型的 就是存到一定的钱 去买东西 就消失了 目标型 对目标型 那有一种是 铁公鸡型 对 一直储蓄 一直累积 从来没有花钱那一种 所以我等会累积到后来 要冲一下 我刚问完你那个问题 我脑子突然浮现一个想法 一生是有限的 就是你存到六年纪之后 对 最后你还不是要乱花 乱花掉 最后还是要把它花掉 所以我们如果 轰轰 欠太多 当然要存 总是有急用 可是要规划 不然你也就是 一番娘 回来 所以你去买东西被冲 我们有的还可以留遗产 有的小孩说 是个小孩 其实也不太想留给他 还是像这个六年级 我刚刚讲的 导演说 不行啦 不行传了 一年级 起点不平等 不行 真的非常有趣 你看我们聊着聊着 就这么多 对 有趣的事情 大家还是希望大家 这个讲到金钱的事情 也是很重要 如果没有看片的人 就没有办法拍片 导演说真的 记录片 就是拍片已经很难经营 很艰困 纪录片又更难 你是怎么要执着纪录片 我觉得我每次看 不只是我自己拍纪录片 我在看别人纪录片的时候 都有给我很多的启发跟启示 可能是 我很喜欢这种真实的场景 所以 我有时候会看剧情片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看一看 我会觉得 这个好像还是用言的 就是还不是真实的那种感觉 对 但我不是说 我就觉得这些剧情片 就不好看还是什么 他一样很想看 我一样会去看钢铁人 富仇所联盟 但是看完之后 他就是 我们有时候就会 我们圈子里面会讲说 这种叫爽片 看完之后 很爽很嗨 然后就没了 对 然后你就期待下一集 一样很爽很嗨 然后就没了这样子 但是我自己很喜欢 这种人生真实的经历 然后他到底 这个阶段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忽然间 又有一个怎样的转折 那我自己喜欢拍的时候 也是这种 我自己喜欢拍的时候 也是这种感觉就是 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我就是 在那个过程中 把它记录下来 我在看别人的时候 也大概是这种感觉 就是哇真是 真实的人生 很难去预料 但是每一次 你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但每个结果 可能对每一个人 在经历那一段过程 我们回头再去看的时候 都是好的 因为对他都有帮助 这样子 我从您刚刚讲的 我可以感觉到说 你对于那种 人生或是真实 其实是有一个 很敬重的态度 其实有一句话说 如果你真的 认真的去记录 一个故事 或者说像记录 我不太记得是哪一位 也是拍过纪录片的 导演跟我讲 他说你会发现 真实的事情 比你看那个设计好的 什么戏剧 都还要更戏剧 如果你要讲戏剧性 是常不义题的话 所以他也说 他执着 执着那个记录 是这样的原理 但是我觉得真的也是 希望大家 可以感受一下 有一些事情 当你进入那个思考 有那个细腻观点的习惯的时候 你将不再能轻易 被那种 所谓的爽 看爽的片子 那种预期中 要让你嗨的情节满足 当然这也是 我们会做心理研究的人的 一个习惯 对我而言 记录片其实真的是比 那种有一些 就是很可预期的 那种商业模式的 有趣太多 他也一直希望这部分 有好的资金 可以一直支持我们运作 支持我们导演运作下去 那大家要去戏院看 要看文林银行 好 今天谢谢陈志涵导演 也谢谢大家 谢谢